亮度高 性能好 造型美觀 現在的車燈越來越高科技 LED大燈現在已經普及 它是發光二極體 一種電子發光器件 結構並不複雜 優點是更節能 反應快 亮度高 體積小 壽命長 可以使用6到10萬個小時 缺點就是成本太高 現在還出現一種進化板的矩陣式自動適應LED大燈 可以照射道路上不同的區域 傳統車燈設計只有單一方向性 光線只能投射到車輛的正前方 但如果車子行走在綿延輾轉的山路 或是道路上有多部車輛 就會出現照明死角 而矩陣是車燈 有攝影機可以追蹤車況 隨時自動調節 精準控制每顆燈珠的明暗 甚至照明範圍 LEDs have opened up some new possibilities for improved safety and visibility both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light and the direction in which it is pointed Part of what made 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lights so attractive is that they could help drivers see such a wide view of the road this brought benefits such as seeing better when driving around curves 矩陣式LED燈已經是高技術和高智慧的綜合體 而後車燈大廠Audi 又推出數位矩陣式LED燈 除了可以照明 還可以投射 其中的光毯功能 還能將車輛前50公尺的路段全速打亮 在2020年 Audi 成為第一次車型品牌 提供了什麼叫做Digital Matrix LED Headlights 在製造車輛的燈 這些燈的燈會比普適合的運動燈的燈 這樣高性能的配備原本只是選配項目 德國車廠想把它變成基本配備放到量產車中 還得跟政府進行相關法規的協調 當國際電視燈和美國的規劃 在1960年代的規劃 電視燈和LED燈的規劃能夠 所以現在我們能夠做到的 但問題是 它需要10年代的規劃 車燈不斷在進化升級 除了數位矩陣是LED燈 還有目前高端車型限定的雷射大燈 未來還將推出智能數位大燈 投射不同標示來警示駕駛 不但照明效果更多元 行車安全保障也跟著升級 懷疑新聞圖文君綜合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懷疑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懷疑新聞台 2.0 雷射大燈